騎車重衰躺在路邊花圃裡 雙眼閉上但嘴巴不斷 大口喘氣 全身癱瘓完全爬不起來 情況危急 救護人員到場 發現騎士還有意識 立刻送醫治療 路上側躺一台黑色機車 原來就在凌晨2點多 機車高速雷殘 滑行數十公尺 失控撞擊路牌 車頭全灰 因為那個小弟說 他騎車騎得還很快 超過他 車禍發生在高雄市區中正路 騎士高速狂飆返家 疑似為了超車外送員 失控自撞路牌 騎士看似沒有明顯外傷 但送一場就不治 酒測值0.83毫克明顯超標 還確診新冠肺炎 那個傷者進醫院抽血 有酒精的反應 高雄另一起車禍發生在 台一線大順民族路口 路口耗置直行綠燈 左轉綠燈未亮 但轎車卻違規左轉 造成對象機車煞車不急 猛力對撞 騎士噴飛好幾十公尺 重傷昏迷 他現在目前送醫院昏迷 揪出來沒有叫叫沒有叫 初步研判為 汽車駕駛 未依耗置指示遵行 騎士駕駛都只有二十多歲 也都沒有酒駕 警方提醒大型路口 設置左轉綠燈 民眾要依照耗置行駛 以免貪快闖下大禍 記者參謀記王書宏 高雄報導 腦力耗置你需要睡眠 睡前三十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鬆心情 舒緩焦慮 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 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 CT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 CTI44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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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